- 動物森爾會的中文版Amiibo第四代 Hello 我是娛樂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動物森爾會的中文版Amiibo第四代 是的 我們已經開了前三代 來到了最後一代 不知道這次會抽到哪些動物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在影片開始前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能接收最新影片通知囉 第四包呢 它的封面是紅色的 這次也是有100個種類 讓我們來看看 第一包是閃電 鵬花跟老闆 太子 小鋼 豆梨 番茄龍 代鋼 店員叔叔 阿溪 巨巨 木科 阿足 蘇炳 西施惠 這一組有可愛的鵬花 我副導有的小鋼 還有一些會有特色的島民 還有一些會有特色的島民 像是菜子 閃電跟阿溪 花壽司 孔再來 蹦蹦 雅琳 玩巨熊跟狐狸 西維亞 阿德 孤裕 江氏 千惠 伯露恩 布露斯 果果 女遊 第二組最吸引人的大概是玩巨熊了吧 不過阿德也很可愛 還有小丸子臉的果果 呆呆臉的花壽司都超可愛的 那比較有特色的 我覺得是紫色的袋鼠 叫做西維亞 我比較少看到 不過他紫色配上黃色衣服 看起來很夏天的感覺 小玉 檸檬娜 阿歡 大吉 歐洛拉 葛瑞斯 素反真 凱欣 欣威 絲影 小薰 校將 海台培 孟琪跟巧美 第三組有我超喜歡的大吉 還有可愛的檸檬娜跟歐洛拉 其實我覺得絲影跟小薰都看起來很少女 這一組不知道大家最喜歡誰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沐西 蘇米 莉莉 喳喳 牛奶糖 老闆 玉蘭 茶茶 豆梨 圓圓 阿飛 店員叔叔 朱露 朝陽 婦科 第四組有很多熟悉的面孔 像是牛奶糖 茶茶 無界家的遠人 還有一些有點奇異的 玉蘭跟朝陽 不過阿飛跟蘇米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呢 安妮 福特 西施惠 張婉婉 謝伯強 蹦蹦 札莉 阿將 狐狸 伊比利 鮑勃 孤玉 皮耶羅 萬泰 伯露恩 這一組除了張婉婉跟皮耶羅之外 都有點冷門耶 不過每個都好有特色 尤其是包婆 她的頭毛看不到她的眼睛了呢 大家喜歡哪一隻呢 開始重複了 緣緣 朝陽 旅遊 朱露 謝伯強 阿歡 張婉婉 鮑勃 葛瑞絲 安妮 阿將 欣為 莎莉 萬泰 少將 皮耶羅 麦麦 草美 伊比利 李克 蒂梨 亞瑟 尤美 老闆 俏俊 安東尼 豆梨 拉拉米 溫蒂 店員叔叔 叽叽 舒芙蕾 妇科 哇 中間經歷了一些重複卡包 終於湊滿10個了 這次有朵朵劇場的紅人 溫蒂 還有電腦夾賣賣 其中我覺得還蠻有特色的是 安東尼 她是穿著鬥牛裝的 西班牙風格的食蟻獸 還有舒芙蕾 我覺得她看起來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這一組有你們家的島民嗎? 小琴 瑪莎 西施惠 蒂芬妮 巴巴拉 蹦蹦 艾莉 蘋果 狐狸 這組是非常可愛的一組 尤其看到蘋果 小琴 艾莉 小鳩 感覺牠們可以組個小女團了 而其他的動物呢 我覺得有點像外國人的感覺 從側面看了一下 戴尾的藍色眼睛 感覺超迷人的 在牠們的鞋扭 小琴 四次 鞍咖 蟻擀 蟻海 紀犊 二次 鞍甘 揚柴 裙虱 剪刀 丹丹 阿花 这一轮呢 有我岛上的元老岛名 燃姐 还有帅气的史培亚 这让我有印象的是丹丹 它是一只桃红色的熊猫 超可爱的 乔乔也是一只很帅的猫咪 不过呢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赵琪 它居然是固定头上有 绿色的帽子 图完间好像懂了什么 想必这一组应该也有 大家喜欢的岛名吧 木木 江江 香香 巧美 张托斯 查克 逆离 最后一轮 剩下四只 最特别的就是机械的青蛙吧 刚去查了一下它的发音是 唱唱 还有圣诞老公公的迷路查克 那 香托斯跟木木就比较少见到了 好 哇 五十包抽完了 哇塞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重复的 好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万泰 包伯 谢伯强 福特 查查 皮耶罗 阿将 张婉婉 朝阳 阿飞 伊比利 沙利 安妮 朱露 月圆 还有 佳佳 好 就这些重复的 最后来看一下这次的NPC卡 先来看无法刷到岛上的 有孤玉 葛瑞斯 伯露恩 欣威 店员叔叔 巧美 校匠跟老板 科普一下其中几个NPC吧 葛瑞斯看起来就非常的时尚 在前作好像是名额的老板 欣威一看就知道是跟魔法有关 她是个詹谱师 以前可以透过詹谱来决定当天的命运 店员叔叔之前出现很多次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巧美是快乐家协会的议员 校匠只是前作的余恩杰NPC 老板应该是大家最期盼见到的 在前作就是咖啡厅的老板 其他我不太清楚 有玩过前作的朋友们 也可以帮忙科普一下哦 接下来是可以召唤到摄影棚的NPC 这些熟面口相信不用多介绍了 搭配着我们的舞蹈 我来讲一下我的感言吧 终于终于开箱完主要的四大amiibo了 下一次呢 我还会开箱走出户外系列的amiibo 就可以完成我的收集霸业了 不知道这次switch上的新岛名会不会出amiibo呢 我也一直期待着 今天有抽到你们喜爱的岛名吗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喜欢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娱乐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